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后 事实上在台湾跟大陆之间呢 还有非常多个岛屿 仍然掌握在国军手中 而这些岛屿呢 也成为当时防卫台湾的前沿 为台湾挡住了战火的蔓延 其中也发生非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旺旺中时集团耗资千万历时了三年 制作这样子最后岛屿台湾防卫战纪录片 下个礼拜呢将在中天新闻播出 先生先让我们来先读微快 在1950年中华民国不只是台澎金马而已 还有大陆沿海好多个岛屿 像是长江口外的舟山群岛 浙江外海的大城岛与一江山 以及广东外海的海南岛 都还在国军的掌控当中 这些岛屿在当时牵制了解放军 对台湾的攻势 周三在台湾的这个北部 将周三群岛巩固住呢 同时也有对台湾北方的防卫 具有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他当初非常积极的希望 能够这个建设周三 周三群岛控制长江出海口 对毛泽东来说是芒刺在辈 于是他请求苏联协助攻打周三 苏联派一个空军加强师 莫斯科军区的空军司令 最后那个战斗力 在5004月到5月 曾经结落 由周三这个戴山机场 定海机场起飞 五架飞机 所以苏军实际参战 来打国民党部队 打建队部队 就是这一次 解放军集结了四个军 加上苏联空军的帮助 蒋介石知道周三守不住 于是他决心放弃周三群岛 集中全力在台澎 以确保国家微弱之命根 如果周三打起来的话 来救援我们太慢了 他们有那么多心事的武器 想想我们还是想不好 会全部军力到台湾 保护这个台湾 保护台湾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东南沿海的骚扰游击战 一方面让解放军有后顾之忧 无法渡海攻台 另一方面也配合了 美国的韩战整体战略 因为这个时间 是韩战很持紧的时候 美国人几乎撑不下去 所以他就要我们 去牵制共产党 当韩战结束 美国不再需要这些岛屿 牵制解放军的时候 蒋介石只能以撤离这些岛 来换取美国 对台澎金马安全的保证 当时艾森豪总统 他决定向美国国会提出了 叫做福尔摩沙的决议案 当时的咱们一个案盘教育 就是说承诺将协防的这个范围 把金门跟马祖纳进去换取 蒋介石同意撤出大臣岛 这些岛屿的居民和军人 放弃了自己的岛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阻挡了战火由海洋延伸到台湾 确保台湾海峡平静无波